党州滨江区浦岩路东西大道上有个军景亭小区 业主称信的说 小区里原本有七八只流浪猫 喜欢小动物的业主平时都会投喂逗弄一下 10月3号一早 他在遛狗时发现一只猫有异常 发现他就大概就在 那从这已经在这里 就慢慢向我盘上了 走了一点点 距离从哪里钻出来 我也不知道 没发现 当时的状态很差了 对已经开始走路就一点不对了 我开始 这个猫走过来 这么歪歪扭扭了 他躺下来了 发生的声音还能气味 一开始不对 保安过来 他说前几天也有猫死掉了 我们有个邻居把他送到医院 到下午就抽搐 对对很痛苦的死掉了 陈先生提供了宠医院的化验报告 说小猫的肾脏有损伤 高度怀疑是中毒 陈先生说 他们这时才了解到 从9月下旬开始 小区里就陆续出现了流浪猫死亡的情况 昨天在我们小区群里 又有人说又有只猫发现死掉了 我开始以为是前几天死的 他们说身体是软的 肯定是刚死不久 然后我们实在不行 冷不住了报警 相当于从9月下旬到上旬 相当于持续半个月 有人在持续的投毒 警方现在确定猫也是中毒死的 对确定是投毒 我问了 陈先生说 派出所民警已经在小区里进行了勘查 他来记者查看了 平时投喂流浪猫的地点 小区投喂野猫的地方 以及之前发现野猫异常的地方 都有不少小朋友在玩耍 陈先生说 在2023年之前 小区的流浪猫确实比较泛滥 有热心业主专门进行了治理 并把相应的处理情况 在业主群里进行了通报 找到小区物业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最近已经要求保安加强巡查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 已经安排人员加强巡逻 包括这种巡逻岛 可能我们也会在同步的 再进行这种溜花袋 投喂这种猫的这种地点 进行多家看护 目前 属地派出所 也在对相关情况做进一步调查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通过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